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的螺旋应该是95年的 我们中国的范婷玉是96年出生的一个棋手 都是非常的年轻 都还不到20岁 离得远了 这个年轻棋手现在崛起得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围棋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最早以前 板田荣南说过没有30岁的名人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现在棋手 然后到了长浩古历那个年代的时候 是20岁就出成绩了 而且可以说20岁是黄金期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竞技体育竞争越来越激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范婷玉和罗玄这一类的棋手 只有十五六岁就开始冒头了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围棋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 这班棋呢 两位呢可以说都是95后的中国新锐的代表者 尤其是韩国的罗玄 韩国的罗玄呢 它是在韩国现在95年以后呢 排名是最高的 好像进入了韩国的前十位 那么也就是在九十年代这一批棋手的 除了朴婷环啊 就是罗玄 所以韩国对罗玄的这个寄予着很大的期望 就是觉得当李世时这一波 慢慢的退下了竞技的高峰的时候 谁来接班 那么现在看到一个朴婷环 那么再接下去 那就是看罗玄 那么中国呢相对来讲呢 95后这一波的棋手呢 优秀的棋手还是比较多的啊 像范婷玉 还有李玉婷 还有杨顶新 李轩豪等等等等 中国在90后 95后这一波呢 现在来看呢 人才啊 要厚度上 要比韩国要更优秀 不过当然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围棋这个项目 其实比厚度是没有 没有太大的意义 关键是要拔尖 就像那时候 韩国出了李昌浩这样一个天才棋手 那么他就整个韩国棋界几乎就是包揽了当时所有的四节冠军 所以围棋因为它是一个个人的一个项目 所以呢 呃 光有厚度是没有用的 还是关键 还是要有 呃 怎么说呢 领军人物的出现 那么这番棋呢 可以说是两位啊 新锐棋手的 对抗 也是呢 呃 中韩两国在今后啊 今后九十年代 这个波竞争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盘棋 呃 他们两个之间呢 其实有过一场 前之前有过一场交手 就是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连出的 ILG的世界 呃 预选赛的决赛上 那螺旋对范婷 当时呢 螺旋是赢了啊 范婷晋级了ILG世界的比赛 呃 世界的本赛 不过呢 那班棋呢 我印象中是 那班棋我也在 呃 天地上写过那班棋 所以说我有很深的印象 呃 那班棋 范婷是在非常 呃 优势的局面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 大优的局面下 被螺旋顽强的递转了 所以呢 呃 对于啊 范婷来说 这盘棋是一个绝好 的复仇的机会 因为上班棋确实输的太冤了 范婷晋心里面一定是不服气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盘棋的新锐对决 那么这盘棋是 螺旋的黑棋 在那个 他们首和 首回合 这个ILG的那个较量中呢 是范婷运的盘是赤黑 现在等于黑白呢 两个人交换了一下 嗯 螺旋呢 是一个后半盘很强的一个棋手 我是觉得呢 看了螺旋的几盘棋以后呢 我对他的印象 他的布局 会稍弱一些 相对来讲 会稍弱一些 但他的中后盘 尤其是后半盘 呃 是非常突出的 啊 经常 韩国棋手呢 对螺旋的评价也是这样 觉得他的布局呢 稍微迟缓一些 有点啊 那跟不上节奏啊 就是下的比较缓慢 但是呢 啊 一旦如果说在布局 他不落后 到了中后盘的时候 螺旋基本上就能翻盘 也就是说 他最大的强项 就是中后盘 而我们的范婷运呢 也是一个 呃 非常全面的一个棋手 他的风格不是特别突突啊 他会像九五后这一波 比如说啊 李玉婷非常好战啊 李宣豪呢啊 简单明快 他们都有一个啊 比较鲜明的特点 而范婷运很奇怪啊 范婷运呢 他啊 战斗他也能战啊 关子呢 他也不错 他整个呢 讲了他整体的很全面啊 这个 所以我我个人觉得呢 就目前来看呢 范婷运还是 我个人认为啊 范婷运相对会稍稍的厉害一些 因为他的 非常全面啊 发挥呢 整体的战绩啊 相对于米义婷啊 还有杨领心啊 这一波小 小小棋手呢 更加的稳定一些 好 这棋 黑棋先挂了 白棋反挂 黑棋小跳 像这个小跳 基本上是现在 职业高手 比较善用的一步棋 以前我们讲这个定势 最早以前呢 是 猜二 这是比较多的 现在开始猜一的比较多 猜二呢 可能就是担心被飞压不舒服 那黑棋爬过去呢 有点扁 冲断呢 战斗了 也是很复杂 但是黑棋呢 并不一定有力 所以现在 现在下小的比较多一些 小的呢 白棋再走呢 就 对黑棋的压迫就不太大了 再飞下来 对黑棋本身的压迫不太大 黑棋就可以拖先走别的大场 这以后将来这个地方还是依然有靠段的手段 所以现在下小的多一些 瞄着这个跨段 白棋 这番棋是选择尖起来 在前不久的那个天元对抗赛上 崔泽汉与陈尧夜的那番棋 陈尧夜这个白棋啊 是选择的四间低价 选择四间低价 这个呢 更加的注重于实力 而范廷玉的这部《尖》呢 相对来讲更厚实一些 当然这个棋 数好数坏呢 都是很难说的 因为围棋这个开局啊 有千变万化啊 这个围棋有很多种变化开局 那么 应该来讲没有绝对的正解 只是说 棋手每个人的风格不同 他会选择的方式 选择行其的方式 都会有区别 好 白棋尖这个 然后黑棋立马就靠了 这个棋立即就靠 嗯 我是觉得这部棋呢 当然也有人这么下 但是我觉得或多或少 这条棋有点着急了 因为这条棋 嗯 现在我觉得嗯 一个是拆这个边也可以考虑 然后冷静的拆回去 或者挂脚啊 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几个选择 这个地方白棋走 也没有太好的棋 因为白棋呢 那般棋 你看这个局面下 当时那个陈瑶夜跟崔泽汉 陈瑶夜是选择拖这个 那么黑棋靠这个 白棋接上 黑棋顶 这也是一个还原 也是一个定势啊 黑棋也不是很惧怕 实际上他立即靠 那就不一样了 立即靠呢 呃 是想什么呢 白棋如果搬 黑棋立即搬 这白的就 有点难下 如果这么下的话 就危险了 呃 你现在打这个 他退 就整个被黑棋啊 整个给搂进去了 啊 这样呢 白棋只能是委屈的求活 无论是虎 反正这中央啊 这个面整个就被 避进去了 这个白的受不了 这个局部吃亏了 嗯 那么如果你 不打这个 只剩下 只剩下打这个 黑棋接 白棋现在只能是冲过来 你要接上呢 这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 黑棋下边的形状太饱满了 这效率太充分 所以这个棋必须得冲 黑棋断 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依然是不太好处理 仅仅仅是这样活个脚 就太委屈了 啊 这样的话 黑棋外围太厚 对个白棋吃不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靠的时候呢 白棋啊 不能直接应战啊 白棋现在拖这个 则是正解 对付这个 靠是 拖是正解 拖什么意思呢 那么如果你再跟着我硬 那我再搬 这样连搬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有了这个拖的交换就不一样了 黑棋断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等于黑棋没有去打吃 而去搬了一个 这位白棋这样一手吃下来 这样这个局部黑的就坏了 就崩溃了 可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当初拖的一个妙位 那么实战 白棋拖 黑棋呢 这个局部 顶是唯一的一手 这是正手 你长的话 白棋一接 你这形状还是不对 还得还得退 这样落了后手 所以顶是正手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白棋如果接的话 实际上是还原 就是说黑棋如果不走 白棋这个局部也就是拖一下 因为你刺呢 黑棋就接上 这也没什么便宜 这一次完一下以后 自己也没骑下 将来被点在这 大家注意 这个棋一旦刺掉以后 被黑棋点在这 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点 就有个挤断 那么你要挡呢 这位尝一下 这形状就太饿了 这个如果本来这样的话 白棋就可以接受 至少白棋不会刺这一下 不会刺这一下 输手 所以当这个尖掉以后 这个点是很难受的一个点 那么白棋局部只能贴这个 那么黑棋再顺势长 这样黑棋把木树捞掉 而白棋的形状不是太对劲 所以呢 这个棋 白棋也不能轻易的刺这一下 那么白棋只能这样拖这个定型 那么拖的话 自然就下身 刚才我们讲的黑棋 靠也下身 一个还原 所以黑棋并不惧怕 不着急走 现在反倒给白棋生了一个变化 原来现在白棋顶的时候 白棋不用接了 白棋现在实战 范天宇选择了班 这等于给白棋啊 多了一种选择 所以我这个 我觉得这个靠啊 有点问题 班 黑棋 班这个 那局部已经没有棋下了 因为你走的话 他打吃 他一个个提 这样我们看到 初棋没有劫财 因为白棋 你无论你走哪个节 他这一接 他下手就要断 所以这个节黑的 没有节 所以呢 黑棋也不能轻易的虎 那袜接肯定不行 袜接这个棋形就太难看了 这地方弯弯顶了一个 形状上 其实看这个效率 不能考虑 所以实在呢 选择是班 这是一个局部的又一个定型 那这个定型 我个人觉得啊 白棋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个局部 白棋现在又得了一千手 又得到一千手 我来讲 如果 如果刚才拖黑棋顶 如果白棋粘的话 白棋实际上是个后手 现在呢 白棋经过一圈交换以后呢 获得了一个先手 我觉得先手呢 更加的快速 所以像这样的 这个布局呢 我还是喜欢白棋 认为呢 黑棋这部靠啊 还是有点缓 不过这就是 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过 这首螺旋的风格 他在布局的时候 一向都是缓的啊 包括韩国棋手也是这么 对他也是这种评价 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自己认为 他觉得只要布局啊 不落后的话 中后盘他就会有信心 走完以后 白棋挂 挂的话 黑棋这个棋自然是加了 这个利用这个后市夹击 这是必然的 白棋 双飞燕 黑棋压住 其实这个时候 我觉得可以考虑压这个 压这个呢 白棋斑 长 这个时候呢 黑棋 白棋如果点完成这个定式的话 大家注意 现在情况有所不同 如果完成这个定式 黑棋现在这已经有个 有个B在做 做 做准备 那下手洗击点 这长是先手 这个长的位置 直接点 白棋只能接 那么黑棋就不会去完成这个定式 直接就爬回来 这样对白棋一个整个的一个进攻 首先这个棋本身目数就挺大 然后呢 白棋现在整块棋啊 出在一个不活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样呢 我觉得 这是黑棋比较主动的一个图 那么下的比较多呢 是白棋拖这个 拖这个白棋扳 黑棋扳 然后白棋接 黑棋接上 白棋火一个 然后黑棋把这个可以吃掉 这在棋步上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定性 现在我认为呢 黑棋选这个呢 并加的实惠 选这个的话 这半盘的木啊 还是很充分 我认为黑棋这样下 比实战要更好 实战呢 还是黑棋选择了普通的压制头 那么白棋自然是顺势点脚 黑棋不愿挡外头 挡这边 他觉得黑棋 白棋少扳了一下 黑棋选择下来 接上 黑棋顶住 白棋扳间 白棋又能明快的再捞了一票实地 这样获得一个先手 现在白棋上面一个脚 下面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四角的一个局面 所以呢 白棋实地很多 黑棋就像这个模样 认多大 这是一个胜负的关键 加记 这也是一个好点 总之呢 反正像这样 我总觉得呢 黑棋步调上啊 太慢了 这边手术花了太多 不是太满意 这样子 这样子 木树是最充分的一个下法 这个局部 一般来讲 我们看了比较多的 一般是非这个 非这个 但是呢 非这个呢 黑棋会有拖一个连斑 这个掏脚的手段 白棋如果接上呢 黑棋这就迅速的安定 这个黑棋也是可以满意 但是如果你要打了切的话 黑棋就可以考虑 从脚上获取实地 这个图相信啊 很多棋友们应该在棋谱上看到 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定型 这样的黑棋获得脚地 那么白棋获得外势 实战呢 白棋 范茗玉接在这儿了 也就是说 他更加的注重脚上的实控 他想让黑棋直接跑出去 不想被黑棋转脚 接这个 那么接这个呢 黑棋现在就不太好 往这边加了 往这边加呢 这个子明显是要被吃掉 被吃掉这个木树太大了 关键黑棋从这头加过来呢 这底下我们看到底下是漏着风的 这地方一加都是漏着头漏着风的 所以这边的实地啊 并不充分 那么要单纯的去经营这个中府啊 又风险比较大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职业的高手啊 都不太愿意为大模样 这个在等于武功正术那时候的宇宙流啊 现在已经已经失去了传人了 现在很很少有人下这个宇宙流 因为这个大模样啊 以风险太大啊 白棋现在你围一个 比方说你这样围一个 白的就这么硬生生的进来 这个黑的究竟能不能够吃掉 现在这个棋大多数棋棋手啊 还是没有没有这种吃棋的勇气 所以呢实在呢 黑棋是选择跑出来了 他选择的飞 那么白棋跳 白棋呢就借着这个黑棋逃跑的步调呢 在上边获取实地 可以借着点这个 这部棋很凶狠啊 这部棋有点过分的感觉 但是他有他凶狠的一面 他期待着白棋挡住以后 他压住 这样呢 黑棋就可以顺势的整形了 就把白棋给 他在逃跑的同时啊 还把白棋给压制住了 这是想法是非常凶狠 那么白棋如果说反击呢 如果你你跳一个 那么他就冲下来 他这个冲下来以后呢 他这地方有个挖 他有个挖完以后脱过 所以白棋呢 要想吃掉上面啊 也不是那么的轻松 而且黑棋冲下来以后 对这个子呢 已经形成了碰伤 当然你白棋要是吃小点 那是可以的 如果黑棋冲你再跳 这样呢你是可以把上方给吃掉了 不过下边了 这个被冲下来以后历史先手 那么黑棋这个字掌握下来 黑棋同样也有不小的收获 我们来看范庭玉的 范庭玉实战的下法 我觉得是非常的漂亮 这个他的感觉很独特啊 这个地方体现了他很高的一个水平 作战水平 他现在的这期飞劲 这个确实是大出很多人的意料 那当时当点的时候 白棋一般起手的第一感觉就是 要不挡住 要不就反击 大致就是刚才我讲的那种三种感觉 他突然间从这个地方发起攻击 这个思路确实是很独特 然后我认为也是此时非常漂亮的一手 当这手棋出来的时候慢慢的去思考 慢慢的去品位 反正这部棋确实是很漂亮 他的意图是什么呢 他的意图就是你不是想冲下来的吗 那我先把这个飞住 飞住呢对你这个脚上进行压迫 我连上以后我这块变厚 当我这块变厚的时候 你冲下来就不具备攻击性了 你冲下来的时候 我自然从这头跳出或肩出 那我就攻你吧 你这两个字变成枯齐 所以这条棋是后发之人 在这个地方先不硬 先把自己走后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我认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思路 他飞这个 然后黑棋爬 长 现在黑棋也不冲也没气下 不冲的话 当时点这个字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了 所以硬着头皮呢也要冲 不过或许他这时候 这时候稍微柔软一点 搭回来我看算了 应该比他实战强 这样搭回来算了 不过这样的黑棋气势上啊 确实有点吃亏 我气势上稍微有点软 但是可能搭下来要比他实战好 我们实战上看 螺旋忍不下这口气 要冲下来 那么白棋拐 白棋走得很厚实 现在呢 黑棋如果说做活 那么白棋自然把这个尖出来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上下两块 明显是黑棋苦战 到处都是白棋的子 这黑棋自怕要崩 所以实战呢 黑棋选择拖先 把这个给扣住 但扣住的时候 这被一尖了 这个局部啊 是做不活了 只能是个打结活 我们来看看这个局部 黑棋爬 那么白棋扳 黑棋如果说直接走的话 还做不活 比如你挤 这反正 这个局部还 不 得先扳一下 对不起 这地方他得 黑棋的次序 得先扳一下 如果你单扒 你看 这一利就已经死了 你挤 他接上 然后来看你挡住的话 他就一扳 这个局部是做不出两只眼的 头就点一个就可以 这样AB剑合 你剑也不行 剑他自己一个个收就行了 这正好是做不出两只眼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你剑这个 剑这个的话 看起来这个眼是确保了 但问题是 这个棋形不是眼 他可以单挖 单挖 黑棋正好做不出眼 你吃 一搂就死了 挡的话一接就可以 所以黑棋这个次序的 他得先扳 先扳一下 然后再爬 但这个时候呢 白棋有打一路的好手 这个时候不要去打拔 打拔到黑的就活了 打拔掉 我们来看 打着黑棋挤先手 走这个 他就活了 所以这个时候 白棋打一路 才是正确的次序 打一路 这个你看 如果你接上 那么还是还原 白棋一般 黑棋依然还是跟刚才的结构 是一样的 还是做不出两只眼 所以黑棋呢 只能是 猴这个 这样呢 才能做出一个打结火 才能做这个打结火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黑棋是很虎 局部打结火 还必须得卖掉这个扳 这个扳 我们看到扳完以后 白棋形成一个虎的形状 这边一虎要过去 这边 已经变硬头了 这边还打着结 所以这个图呢 黑棋不敢轻易的做活 所以 这个棋 白棋尖到这里的时候 白棋早早的就 确立了这盘棋的优势 布局上的优势 黑棋还是这部棋太过分了 还是应该扣住 没办法 这个时候是冷静 需要冷静 你要再拐我就一个个尖 反正这两个就见合了 你要搭我呢 我就做活 总之呢 我总好比实战强一点 实战都快死了 这样的棋还战性还长 现在黑棋一冲下来 黑白棋单肩 这块棋 我们讲了 是打结伙 那黑的目数就 亏的比较多了 白棋一肩 然后这个时候 黑棋破线 逼住 现在黑棋 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啊 寄希望于这个 中斧了啊 这个实地肯定现在是不够了 白棋四个大脚啊 尤其这个脚相当大 走白棋搬出 这是先手便宜两下啊 黑棋不敢长啊 长的话白棋就只接一个 这局部啊吃不掉 封不住白棋啊 所以呢 只能断 那么白棋这地方又畅快一下 这很舒服 那么黑棋的形状啊 很坏 这个时候 范廷一吓得很黑啊 一虎 这个非常黑啊 他要求呢 他不仅是要单纯的出头 如果他只是这么贴出 害怕 害怕被棋搬着啊 顺着掉走棋 他现在 要这么出头 这么出头呢 憋着将来这立下去收你的气 他要立着先手 因为黑棋得阻断 那么这地方要被收气 那么白棋通过收气呢 会封得更厚实 这要起也很狠 这一下黑棋就更加的被动 只能贴这个 没有太好的旗下 如果你冲出来呢 他这个是先手 这个冲断先手 你只要补齐 那么你补一个黑棋一般 白棋一般 即使加一个都可以 这个黑的有点 吃不下了 就要被搂包 这个黑的 白的肯定是 黑的肯定是不行的 现在增子还有力 还可以尝出来 因为他断不掉 增子就有力 这个黑的 受不了 所以实在 只能是委屈的连回去 为了白棋挡住 黑棋 断出 这个地方 黑的无法接受 自己缩回去 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他不断这个的话 我们看 看在里头 白的 黑的还会很难受 一立这个地方 还只能挡里头 挡里头 以后将来这一般 如果说白棋外围 比如说 这个地方一旦有紫的话 没有外头 没有缺陷的话 这地方一般很痛苦 黑的全都没木 全都没有木 不能在里头走了 在里头走就死了 这一打吃 那一点 就死了 所以只能在外头走 等于这一块 全都是被白棋 全部收刮 这等于整块棋 还有死活的问题 单跳 单跳就要度过 等于这个整块棋 还有死活的问题 所以看起来 很大的一个眼 被收成这样 局部还没有活 所以黑的吃不消 你要直接堵外头 直接就出棋了 他一扑 直接就有棋了 你提他一打吃 所以看到这个棋黑的呢 这里面看似眼威很大 但实际上呢 仔细看了 一旦白棋周围厚的话 局部一立 黑的其实还是死棋 所以呢 螺旋必须得断这个 因为补回去太委屈了 只能断这个 外头求赞 白棋压出了 不过黑棋呢 虽然说吃掉了 这个看起来是吃掉了中央 但现在必须还得花手棋吃 但是首先这边已经被碰上了 所以整体来看呢 白棋还是调子是非常的好 黑棋 由于这部棋下过分了以后 整个棋啊 现在就已经出在一个 有点崩溃状啊 已经出在一个崩溃状 黑棋跳 跳出 然后跳在这呢 但是白棋这棋还是没死 将来还是有可能能跑出来 但是你又不能这么吃 你这么吃是 白棋是不能跑的 你站着加死了 但是白棋这个拐有先手 这个黑的更吃不消 所以只能是吃大点 好 白棋这个时候拖先了 先抢占这个大厂 嗯 下面看到刚刚讲过这个局部是一个打结活啊 白棋 但是白棋为什么不补呢 白棋觉得呢 抢占大厂更大 然后这地方你打结活呢 他认为啊 我这个力啊 有一定的劫财 他觉得不怕打结 他跟你撑着 因为白棋现在全局也同样很厚 大家注意现在白棋看起来空很多 但是白棋其实劫财并不多啊 并不薄 黑棋没有特别多的劫财 所以白棋先蹭一刀 就算螺旋 走到这儿 加 还是现在所有的希望 还是期待着这块棋 能够围出一个庞大的实地 否则这个棋呢 目数是肯定是落后的 跳点 这是一个好招 这是一个好招 现在黑棋冲不断 冲断的话 这一吃黑的棋经就被抽通了 那么黑棋正常来讲呢 只能是 只能是顶双柱 那么这个棋呢 白棋 顶也可以 粘也可以 顶好好一点 白棋就顺势把这个头给 出去了 那么实战呢 螺旋呢 认为这个棋啊 如果被白棋顺利的出去以后 他觉得难以真胜 实际下出了强烈的胜负手 不过这个 这部胜负手呢 从实战来看呢 可以说是 加速了这番棋的死亡 所以说 如果但是现在这棋说实话 他如果不拼命的话 确实也有点下不动 黑棋断 断在这里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一旦你吃的话 他就可以获得冲过来了 有了那个交换 有了断的交换 他就现在可以抢先先打吃一步 白棋来不及吃这个 那么如果你从这点顶出来 仅仅是捞底下这一点实地的话 这是不够的 这个实地还没捞到 待会一打还回来了 你要接着捞 那这边就太大 我们看这个模样 就太庞大 所以这个棋不能 不能去贪这个小利 所以断的时候 白棋顶着正手 黑棋只有闭着眼睛退回来 拐 下面形成的 就是复杂的搏杀了 这只能力 只能忍耐 因为你断上头的话 外头是封不住的 外头不封不住 白棋只要打了 在底下沾一个就行了 就外头封不住 你搭的话 他沾 这有个冲出来 所以说呢 这样黑棋是不行的 所以只能是忍耐 忍耐以后呢 白棋还在冷静的做活 你又不做活的话 黑棋 你再去 再继续用墙 黑棋一搬 虎 你这脚上自撑还没有活 这还牵一段 白棋不行 冷静的猴一个 做活 那么黑棋断上来 拌 长 拌长过后呢 这个地方就有了一个冲吃 这一冲呢 白棋就活了 所以黑棋呢 必须在这个地方补棋 实在呢 螺旋使用了一个 强行破眼的一个补棋方法 把白棋的眼泪破掉 但是呢 他本身这手棋走完以后啊 他自身的气也很紧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有利有弊 到底是应该 双这个好呢 还是冲了加呢 很难讲 因为他这手棋 虽然灭了白棋一只眼 但气撞得太紧 这看起来呢 好像下到这里呢 黑棋把白棋整个的给分断了 似乎好像作战是成功了 但问题是 这里 并不干净 这也是范定玉呢 早就计算到了一个变化 这地方呢 他冷静的一挡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一杀气啊 黑棋很难吃得入白的 看起来好像白棋气短 但是由于这个地方 黑棋有气紧的一个特殊性 很难吃得入白棋 虽然你要收气 肩是唯一的一手啊 你就不能不能搬 搬他一拐 由于这地方你气紧 他实际上已经联络了 所以呢 你只能是 见这个 如果你要飞这个呢 黑的可以猴 白的可以猴 猴完以后 我们看 黑棋已经收不住这个气了 你收他打出来了 所以你只能双 双一旦松了松了这一口气 那么白的简单的收气就行 或者搬这个就行 这气已经够了 接上 无论你走哪里 他反正白棋就一个个的收 你看到 白棋是四口气 黑棋怎么又是三口气的样子 黑棋从 白棋从下面走 怎么都是三口气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 黑的外围是不能被白棋延住气的 所以他 接在这 接在这的白棋可以拖 这还是不能顶 顶他沾上 你还是有一个不入气 这个搬不下来 他从他打吃 他单断就行了 所以黑棋也只能是搬这个 搬这个 现在白棋不能接 接的话 接上 这样的话呢 白棋虽然说是 也是延出了四口气 但是白棋不能从这个一路搬收气 从一路搬 黑棋打吃 白棋要自撞一气 所以 这个有个特殊性的原因 如果是这样呢 黑白棋反倒被杀 所以 白棋 顶这个 顶这个呢 黑棋只此一手 你挡住 他一打就打通了 团住 这个时候 黑棋 白棋一冲 这是很巧妙 这个局部就形成打结了 因为你要是沾上呢 他就把这个度过就可以 这棋呢 是已经过去了 就要冷静的一沾 看起来好像白棋 气很紧 但刚刚好呢 全部就全部连回 没有问题 所以冲了黑棋 只能是打吃 那么局部就形成打结了 这个打结对于白棋来讲呢 相对来说要轻得多 因为本来白棋 黑棋一旦死了 就全都死光了 而白棋死了呢 这个地方至少还冲到了一下 这木数还便宜一点 就是这地方损了一点 白棋毕竟外头还有两手棋 所以这个结呢 黑棋的负担更重 黑棋踢结 那么白棋加一个 这是结财 因为黑棋如果说不走的话 白棋就简单吃 沾上一沾 你这地方要补齐 打来要打回来 但这个三个就被抽通了 这三个就被抽通了 所以一旦打起结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现在早知道如此的话 这步冲了加 似乎还不如 还不如双上这算 这样的气没有那么紧 没有那么紧的话 白棋早起结才来 来说呢 就会相对困难一些 实在呢 一开始为了灭眼 但是这个地方出现打结以后 这个当初的凶狠啊 反倒变成吃亏了 黑棋加啊 白棋 黑棋 硬住 硬结 然后白棋提 贴这个 这要扳 加这个啊 这也是个好结财 因为黑棋如果消结的话 这个骑金被抽通 黑棋整个呢 也没有任何便宜 所以呢 这个也得强行撑住 贴 这期呢 黑棋要撑这个结 确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嗯 提 这时候 白棋靠这个 这又是一个好手 这个初初一看呢 好像觉得 这条棋好像没有什么杀伤力 是不是结财呢 那么我们来看 如果黑棋 如果黑棋上方消结 那么白棋把这个一接 这个一接以后 我们可以看 他这地方一飞啊 这块 这有黑棋的五个子啊 就全部进去了 而且面对了白棋这个 这个滔滔的后势啊 这块棋基本上是不可能跑出去 那么如果你要是跑外线 白棋这一般相当严苦 这一般呢 黑棋几乎是没法抵挡 你这不能挡 挡被打 就打回去了 你要打这个呢 这就被整个一搂 这搂完还全都又死了 啊 你要拐出来也差不多 拐出来比刚才强一点 但是白棋就堵 你这还是不能挡这个 挡一起吃 吃这个呢 也是搂吃 还是得回去 这边一搂包 这也不行 搂包完以后 这块棋还是打结果 白棋爬进去 你打他打吃 他打结果 那么这个外头还有一块 所以呢 这个黑棋也没有办法 只能是硬 所以大的时候呢 只能是硬 硬白棋提结 这个时候黑棋全盘啊 已经找不到 已经找不到结财了 实在呢 黑棋只能选择 非常忍辱的接上这 这些太不够了 只能接着这 但接着这的痛苦在哪里呢 白棋现在 以后一打还是打紧急结 但是白棋现在已经可以 你不着急去打结了 可以自造了 因为你黑棋补起来 已经很痛苦了 你补的话只能补在这儿 补在将来这边呢 虽然说没有棋 但将来这边的关子又不一样 总比刚才被黑棋一手拔过来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站在这的时候呢 白棋已经非常好下了 实际上白棋继续续 白棋没有直接开结 直接开结呢 他觉得这续的时候提了 不是更好 他现在单续继 单续让不白 黑的反倒很痛苦 因为你要挡住的话 白棋就直接吃通了 就不需要靠那个结 你还欠着一手棋 那么你接这个呢 他就慢慢拐 这边随时一个结就打爆了 那边你 你这边的话 已经无法收拾了 所以顶这个的时候呢 黑棋只能选择梯节 只能选择梯节 那么白棋再把这个给冲出来 把这个冲出来 我们看到这棋下了 现在黑棋几乎是已经形成一个崩溃 崩溃状 现在还是这个地方 还是不能跑 跑出来 白棋刚刚讲的 这结完有一斑 这还是死了 所以黑棋呢 只能是打吃这个 打这个呢 白棋把这个吃通 这不能长 长的话 这一打 这个后面这两个字 就被黑的拔起来了 那一打跑不掉 你白棋把这个吃通 黑棋 提 提 白棋 度过 把这个关子再给收掉 因为不度过呢 黑棋 搬接是先手 大家注意 这个黑棋 所以是个双弦关子 但是呢 黑棋又没有时间去走这步棋 比方说你要是这个时候去走这个 但是白棋会立即长出来 因为这讲人打吃啊 白棋还是可以打结 这地方没有尽死 他可以打结 然后这一场以后 这个这个木树 还有加上这一班 就大的要命 所以说黑棋 没有机会抢到这个诱人的关子 给白棋一度 度过以后 白棋是变成了白棋的先手收官 不立不走的话 一立黑的就死了 可以打吃 白的先立一下 就比较细腻 立一下稍微便宜一点 沾上 这样呢 战斗告一段落 将来这个地方呢 黑白棋一提呢 黑棋还得接上 这样局部是没有棋的 局部白棋收的话 黑棋就打吃 这样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手段 你要是尖 他提 你吃进去 他可以提这个 这不是打尖 大家注意 这是个连环尖 你提的话 他提这个 你提再提会 他再提这个 总之呢 反正白棋这个棋 没有 不是打截 是个连环截 所以像这样的黑棋呢 白棋也没有继续去追究 黑棋上面的味道 先把这个拦过来的 把这个棋后实的给压缩 我们看这个棋拐了扳 这个说明呢 范棋觉得优劲的优劲已经很大了 因为开始逐渐的求稳了 其实这个棋呢 白棋飞进来是完全可行的 这块棋是活棋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还有个不入 因为这个棋不能紧 紧的话是扑死了 所以白棋这块棋局部是活棋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他只要飞出来的话 黑棋冲断是不太怕的 冲断把他打了虎一个 这是绝对不会死的 这头还是软头 所以如果说形势 还是比较接近 或者比较紧的话呢 黑棋 范棋育肯定会飞进去 实在呢 觉得范棋觉得优势 已经很明显了 选择了很稳健的破控 这样的 从控上的角度来讲呢 肯定没有实在 没有飞进去 破得更多 这样只能连扳着围 那么长 贴 白棋把这个给吃掉 这手棋也很大 吃完以后呢 这里头还有味道 可以强针这个头 这样白棋就可以跳进去 跳进去 这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你要冲断 如果说要冲断 这个味道会相当的坏啊 这个棋 但是有没有棋 棋还是有的 他就 给大家摆一下 他就 打这个 大吃 这时候 这时候他两种 好像两种出奇方法 他一个是 搂打 搂打完长 这都是命令型的 然后一提结 这里面就形成了打结了 这是一种出奇方法 这是打结 好像还有更好的 白棋现在单跑好像更严厉 单跑更严厉 单跑我们可以看 你不能吃这也吃死了 那么你 吃这个呢 白棋可以先尝一下 或者打也行 反正延弃两下 然后一再 这样提结 跟这个吃 见合 这也是很简单的出奇了 那么不打这个 只剩打这个 打这个也一样 白棋接是先手 就要打结 然后他就随便 一打 这打就先手 怎么一吃 就黑的总是死了 总之呢 这个黑棋气太紧了 所以说呢 不能去冲断 然后唬了一个 黑的白棋 连回去先点一下 接上再双 那么黑棋冲着 这样白棋先手 有破空 前面搬之前呢 黑棋接跟这个利 做了一个交换 黑棋冲完以后 白棋现在获得了先手 白棋继续拐 这个下的也是 范天宇也下的很黑 其实这个棋 我感觉他这个时候 只要把这个结给补掉 就这个刚刚讲的 这个打结补掉 这肯定是赢很多了 但实在呢 范天宇肯定是仗着 觉得自己结财啊 明显有力 确实是 我们看看 当白棋把这一拐的时候 好像白棋全盘 几乎是看不到 什么结财 只有这个地方 可能有一个 那黑的结财就太多了 白棋确实结财有力 强行再捞一票 这个螺旋这个时候 基本上也是心无绝望 最后的搅一下 把这个结给做出来 搅一下 这个死活刚刚给大家 已经介绍过了 搅一下 坐眼 继续提 就可以继续提 因为你还是不能吼坐眼 坐眼这一挖 入不进去 还是死的 这样呢 必须的强撑这个结 才形成打结 打结呢 但是问题是 这个结财是明显的不够 因为这白棋还提一个 还不清不楚的 那结财很多了 所以呢 黑棋 断这个 打吃 提结 白棋扑一下 提 这时候 螺旋一看这个结 确实不好找 现在呢 现在看得见了 你就这个棋可以找 找完以后 但是白棋 这一打吃是个结 黑棋 现在冲这个不是结财 那你要冲这个呢 白棋会提 提完以后 白棋这个提又变成结财 所以呢 白棋 黑棋已经找不到结了 就是被提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结了 所以呢 实战呢 是挤了这个 但挤这个呢 局部实际上已经把自己吓死了 我们来看这个棋挤完以后 局部已经死了 你提他就沾上 就可以 不过呢 黑棋 确实也没有 好的办法 这最后也是 可以说是寻投场了 提 然后白棋这时候就接上 打吃 最后的一脚 打不在这儿 白棋老老实实硬住 现在黑棋呢 如果普通的走了 白棋上面已经连通了 那么就直接飞过 最后的就全部死光了 虽然这硬着投逼下来 但是也死得很清楚 白棋一虎 一般 这个棋 就已经基本结束了 现在下了这儿呢 那个螺旋啊 韩国螺旋就认输了 让他走呢 只能是接 接他一段 这就没什么变化了 你只能拱出来 拱出来门看 他这个是先手 为了让大家看了清楚一点 他就扳就行了 打吃 接上 你打他长 接上 翻 你拐的话 他就先贴这个 贴的话 这上面只能跑 然后再一爬 这就一气 就把黑棋全部闷死了 所以这番棋 就是下到了 这步班 下了这步班 也就是184手 这个螺旋就中盘认输 这番棋呢 范婷玉是下得非常的漂亮 从头 已经好到尾 然后呢 整个是压制住了螺旋 也是成功呢 报了 当时去 这连出啊 ILG这个比赛的一箭之筹 两盘棋 两位新约棋手的 这两次交手呢 赞成一比一 不过从内容来看呢 应该是明显 范婷玉啊 要占优势 因为ILG的第一局 我是 讲过这番棋 我是很有印象 那班棋也是范婷玉 一直打优 但最后在赌秒的时候呢 后半盘 独秒了功力啊 没有螺旋身后 被螺旋各种各样的 棺子搜刮 最后呢 最后阶段 如果范婷玉不拼的话 也不多不少 只输半目 非常冤的一盘棋 那盘棋呢 我觉得范婷玉确实很受伤害 这盘棋 范婷玉通过自己 强大了力量啊 整个的控制住了局面 可以说是不仅报了上次的一件之仇啊 这班棋呢 确实是下得非常的漂亮啊 尤其是 我觉得尤其是这部飞啊 前面这部飞 当然杀这个整盘棋杀局的过程中呢 白棋有很多精彩的手段 比方说这个家 当然我认为这部飞是最漂亮的啊 因为有时候计算这个东西啊 有些有时候计算的东西啊 可能职业棋手 它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 也最多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差距啊 水平高的可能算了快一点 水平低的算了慢一点 但是呢 这种飞的思路啊 确实是啊 有些棋手是做不到的啊 飞啊 把自己连后后发之人 这个这个思路是 很值得啊 我们去学习和思考 嗯 那么这班棋 螺旋之所以早早的就脆败了呢 还是这不冲太冲动啊 这不冲啊 过分之极啊 如果说啊 把这个棋压住 这期还很漫长 当然我们觉得啊 白棋的步调还是更快些 但是呢 那那种优势啊 啊 离这班棋整个的胜负的流程啊 离胜负来讲还还比较遥远 当这部棋使力 使得过猛以后 这期就很难办了 就是冲下来以后 整个局面就已经很难控制了啊 这个地方呃 冲下来只只能硬着头皮盖 但是这个脚被杀掉 我觉得螺旋可能是不是 我很怀疑他这个死活是不是看错了 他是没有注意到这个棋一间 他本来以为这个 或许他认为这期间呢 他这期是活气啊 这是他可能 我认为他可能有失误的地方 否则的话 不应不应该呃会想到去扣吃这个字啊 放弃这个大脚 按理说是不应该的啊 我认为他或许是这个地方出现死活出现的错觉 他以为是近活 但实际上这个监影后 这局部啊 打劫 这一下插了一手棋 所以说这个棋呢 后来黑棋就一直是特别的难下 最后呢 就是这个胜负手 最后的一个胜负手的时候呢 螺旋可能对全 对局势啊 确实缺乏了信心 下了更急的一些 被断完 整个下完以后 基本就没机会了 当然呢 范廷玉在这一段的 这一代的计算啊 表现也是非常的精确 下得很漂亮 总之呢 啊 这盘中韩之间 这个95后的新锐的对抗呢 范廷玉拿下了一个很关键的一战啊 也是下得也是很漂亮 那么好的 这盘棋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在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